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虽然隔了春节一个这么久远 但是我还是要欠大家一个道歉 这个道歉也对了解我们节目对我也很有启发 为什么我这个就是有两点感触 一点感触就是我们这个节目虽然说很小 但是甚至我自己都没意识到我们有什么特色 可是在观众心目当中 特别在咱们老观众心目当中 我们是有我们的气质的 我们是有我们的性格的 我们有些事是不适合干的 是有节操的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好家伙那个微博上 我就先看见很多就骂 骂什么呢 骂徐景雷 不是骂徐景雷 徐景雷并没有错 徐景雷前一段拍的那个电影 在我们这不是播了几集吗 好 很多人就骂说你们已经沦为 给这个徐景雷的电影做这样的这个宣传 所以我就说第一就是要道歉 第二呢是什么 告诉大家这个事是怎么来的 其实没有了 我们今年这个枪枪三人行节目啊 承蒙领导重视嘛 一个是时间提前到11点播出 再一个整整给加长了三分钟 对 但是加长了三分钟呢 去年年底12月录的徐景雷的三集访问 但是还没播 人家要电影 人家情人节才上映 人家不让播 人家说我们答应你们采访的条件 就是你们必须在那个时候才播 OK 好 跨了今年这个节目时间不就短了三分钟 于是这个编导就跟我说 说怎么办呢 说怎么办呢 就是你录了也不能不能也不能不播呀 对吧 好 他说啊 咱们呢 我把一集并 把两集并一集 就是反正就是原来短 现在需要更长的时间怎么办呢 他说我还是三集 可是呢 我可以加一些电影片段进去 当时我就没多想 于是这个节目播出来之后啊 到后来 我跟大家做证明 就是我看了之后啊 我就跟我们这个编导 发的信息都可以证明 我说我刚看了徐最后一集 我就看了最后一集 我就跟他讲我的感觉 我说太过分了 我们真应该意识到的 这完全背离了我们的气质 电影太长了 怪不得惹人讨厌 我都受不了了 以前任何明星都没这待遇 怎么还能出什么男神集结呢 你知道他没片段 没那个电影片段不够 他甚至把这个徐静雷 这个电影宣传 里边有那种小纤肉 男神的那个特辑 他都拿出来填充时间 然后我说 以前没有过 太像电影宣传了 我们应该为此 向观众道个歉 然后这就过了这个春节 所以我说 我的感受 一个是这个 我意外的发现 我们原来还有我们的气质 就是你别看 你做一个这样的 人家就觉得 这不是你枪枪三约行 应该干的这个事情 我们的气质 不是你上次总结过了吗 我们是没截操 有底线 我觉得你常常是一个 假装没灵魂的人 是吧 再有一个 我就不得不 我给你们说这个事 其实我真的会说 为了说 我多年前就说 我的至今颠扑不迫的 我的一个观点 徐静雷运气太好了 真的 徐静雷这一路走来 徐静雷这是个运气 很好的人 当然运气好的 你远言不止他一个 但是通过我 我一直判断他 我说他运气太好了 你想像这样的错误 我们枪枪三约行 18年来就犯过一次 他就给赶上了 你说 就是没有这样的 为一个电影 就是我们节目 会说话吧 刚才把那个节目 检讨了一顿 最后又向徐静雷 致敬了一下 我深深的感觉 你今天已经讲了 这个加长三分钟 全身又是关于 他是运气太好了 对吧 哪像陆瑶那么倒霉呢 这是陆瑶 这么好的一个作家 英年早逝 42岁就就过世了 对不对 但某种意义上 陆瑶是也是非常幸运的 他在他在他身后 他的作品 这样的受重视 将来过若干年 再过几十年 说不定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 其中一个经典 就是平凡的世界 所以陆瑶在这个意义上 他其实生前并不知道 他很焦急 他那个人生获奖以后 他那个 那个平凡的世界 得矛盾奖的时候 他多激动啊 事先得到消息 就非常非常在乎这个东西 这么在乎 说明他其实当时 对这个作品将来的这个 这个位置什么 他其实没有那么强的信心 我问你 作家的功利心和事业心 有什么分别 作家的功利心 就是一个比较直接了 就是比方说 我在乎搞费 在乎得奖 希望我的小说 能够得矛盾文学奖 希望全天下知名 这是功利心 野心 还是事业心 也都算是事业心的 但是事业心可以更广泛 也可以是有的人常住名山 我留待后世 那我也是事业心 像王国维这样 投合也是事业心 对吧 我殉职 那所以 所以这个事业心更更广 更广泛 我记得原来那个毛母说嘛 他说一个作家 能得到的最好的报酬 就是写作本身 他说你能写出来 在那个过程当中 其实你应该是很享受 很多人感受到 没有那个天分可以表达嘛 但是 我又觉得很正常的 你一个人表达了以后 你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回应你 但是你那个创作的过程 可能是要关起门来背向世界 我想是这样一个关系 这个平凡的世界 正是你刚才讲到啊 当年对我们特别有印象的 就是啊 就是在这个农村里的人 就是上进 所以我刚才问你 这个事业心 和这种某种功利心 看该怎么理解 你知道为什么今天他们说 这个电视剧 按说是那么早以前的一个小说 拿出来为什么 好像还挺火 很多人都在聊 就是他们说 跟今天的这些 很多人的这个命运 因为今天也是 你看大量的这个农村人口 进城市 好 很多这个来自于 这个农村的 咱们就讲凤凰南 前一阵不就讲凤凰南吗 好 都是从农村 从社会底层 然后到县城 到省城 甚至到首都 到大城市 然后在这里啊 又怀有这个自卑 但是又怀有这个朴实 但是又怀有野心 但是又怀有这种 怎么叫 自尊心等等 就这种感受 就这种感受 所以他们就说 虽然跨了代 但是这种感受 恰好能对位 你觉得是这么回事 是 那个陆瑶的这个作品啊 他其实写这个作品的时候 不太得知 因为八十年代末啊 那个时候的文坛主流 是寻根文学 和先锋文学 那个时候走红 最最走红的作家是 阿成啊 莫言啊 后来就是于华啊 王安逸啊 韩少公啊 张承志啊 就等等这批作家 他那个呢 比较偏写实 所以当初啊 并不是那么受注意 今天回头看啊 非常奇怪 他写出了 就像你刚才说 之后二十年 中国最大的问题 就是农民城市化 这个东西啊 他写的时候 还没有大规模发生 包括他这个写作的风格 其实是现在 我们所讲的 这个nonfiction 非虚构 我们那个时候 咱们经常讲 报告文学 即时文学嘛 但这个报告 我不太清楚 他们说报告文学 其实在世界文学当中 没有这么说法的 因为你带有 很强烈的宣传色彩 或者说你要加给他 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思想 但是呢 就是现在主流的 又觉得是非虚构 就是写一种 真实的生活 细节等等 那个东西 又变成一个 写作的主流 他倒也 还不完全是 报告文学 他也不能说 他还是 他还是 讲日常 讲平凡 他还是虚构 写日常 他就是我们 如果要一句 很老土 但是又经典的说法 就是现实主义 他还真是 写乡土的现实主义 对 你知道中国乡土 是中国文学的 一直是主流 一直是主流 五四的时候 就是鲁迅 那种城里人回乡 润土 写城里跟农村的这种隔阂 沈从文就是用乡土来批判城市 这是乡土文学的主流 延安以后的乡土文学呢 就配合了主旋律了 写土改 写合作画 对不对 我们读的什么柳青的创业史啊 浩然的艳阳天啊 一直到文革后 那个高小生 他们写陈焕生上城 写农民之苦 所有这些农村的故事 其实都在讲我们国家的重大历史事情 可是陆瑶非常有意思 他本人生活很不顺 你知道吧 咱们可以看几张陆瑶的这个照片 42岁就过世 这么一位 真是 看这是当年的陆瑶 你再看下边 这是陆瑶 坐在人炕头上 陆瑶 这算是接地气代言人了吧 然后你再看下边 这是陆瑶的这个文稿 他的这个稿子 好像写的挺好 然后你看他跟墨延 你看出来的当年这墨延 已经穿皮加克的墨延 感觉墨延洋气了 陆瑶还土编呢 是吧 然后你再看下边 这是有陕西的作家 中间甲平洼 甲平洼 旁边是陆瑶 陆瑶 陆瑶 还有陈中石 还有陈中石 对 所以这就是 这个也是 好像是在一个什么矿上 矿上 就是跟矿工在聊天 这个陆瑶 这个我就看说 这个陆瑶啊 是怎么去世的 说他们家是 叫肝硬化腹水 说是一种遗传病 然后这种同样的病啊 你看最近纪念这个陆瑶的时候 是他的弟弟吧 还是他的兄弟 他的哥哥啊 叫王天孝的 说现在也是同样的这种病 然后医生讲 他还只能活三个月 就还只有三个月的命 所以我过去 对 我为什么谈这个问题呢 我过去对陆瑶 我有一个这个模糊的认识 就是我不知道从哪来的 我认为他是累死的 就是我 他在我脑子里的印象 他经济情况很不好 是那个写写写 最后就是什么 艰苦刻苦多年 好像就活活累死 他给我那么一个印象 他写过一篇叫做 早晨从中午开始嘛 就写他自己 每天晚上都熬夜 然后第二天 中午才起床开始写 说的是我嘛 我现在每天 早晨从中午开始 带着三个支架 薛老师也 早晨从中午开始 当初呢 陆瑶红呢 是他的一个中篇 叫人生 对 那个人生呢 引起争议的 就那个男主人公高嘉玲 对 高嘉玲是个啥故事呢 是一个三角恋 他珍爱着一个 朴素的农村姑娘 但是为了改变自己 处境 跟一个城市女孩子好了 所以当初呢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呢 非常引起争论 有人呢 把高嘉玲的这种态度呢 比作渔莲 就是法国文学 这个红与黑的渔莲 就是说 他引出一个道德困惑 就是说 人如果目的非常正当合理 手段可不可以不那么计较 就是说 我甚至来牺牲我的爱情 我来获得改善生活 你看平凡的世界里 也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内容 人为了改善生活 可以牺牲浪漫的爱情 这个 这个是当初人生是 为这个事情是受争论的 就是 但是他自己本身的经历 你们看过他一些材料没有 没有 我真不了解 他本身的经历很坎坷 他农民出生 然后文革当中呢 他造反派 然后参加后打斗 武斗 结果呢 就因为涉嫌 打死了对立派的某一个人 多年不得翻身 他那个时候要读大学啊 工农兵学员啊 几家大学都不收他 当然最后查出来说不是他打死的 那个是 那个是 是 大概 他们打之前这个人就 就死了 但是你知道在文革当中 你知道这个 陆瑶的作品里有一个魂 这个魂就是说 一个底层的人 面对一个不公平的社会 他该怎么样来反抗 这个主题 到了今天 就是屌丝主题啊 所以就是农民进程的 基本他不再像以前的作家 是美化农民 歌颂农民 旧江农民 不是 他写的就是一个农民不甘于穷 他两兄弟 你们看平凡的世界 实际上就是屌丝的世界 对 他们有个苦的 变的味道 屌丝这个词太低下了啊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君说说 因为我就说 刚刚听就是 徐老师讲到这个高嘉玲 我突然想到 哎呀我小时候 有看过这个名字 但是那些故事啊 我还真的就是 对我来说挺陌生的 我们这一代人 可能相对来说 有一点陌生 而且他那个平凡的世界 当然是这个如雷贯耳 但是那个大不头的书 我坦白说我也没看过 然后我看了一下 那个片子 我就是大概的看一下 第一我就发现 我不明白为什么 他这个大多数情节的 推动是靠旁白去完成的 就是讲好多话 但我想明 我知道他想忠于援助 想讲这个 还有一个 我一个朋友 他是80后快靠90了 我问他看不看 他说他们也看 他们是因为什么 他说男生女生很多 里面人都长得漂亮 长得特别漂亮 而且那个化妆啊什么的 而且我这个脸上 没有风霜的 确实化得很漂亮 然后我想起 我前一段时间 跟另外一个朋友 去看另外一个片子 那时候是 我也忘了什么片子 讲以前的那种故事的 朋友就旁边说了句说 你看那些这个群众演员啊 都是吃麦当劳长大的脸 对对对 演那个 那我明白 他现在你拍片子 必须要反映那个精致嘛 做得很精致是肯定的 不是 这个我也是我的一个观感啊 这个电视剧啊 感觉像是花了钱的 对吧 但是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咱站在这个 现实主义文学的立场上来看啊 我总觉得 这就看出来 电视剧 还是不能跟电影比 你比方说同样是反映农村人的风霜和风貌 比方说你记得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 那可以取信于我是真农村 演员的脸呢 包括周围穿的衣服啊 电视剧啊 像这个平凡的世界 我看了两眼太新了 还在怎么着你往农村那边收拾啊 也是显得太新了 太干净了 当然是不是你们就爱看这个呢 就挺感觉是啊 挺干干净净的一帮农民 虽然打着补丁 你知道吗 但是身材练的也味好 脸上也是小鲜肉 这么一帮的 就就 那里面的男主角 喜欢一个女同学 叫什么好好红霉吧 嗯 他一出场我就觉得哇 这可以做化妆品广告 对 就白嫩白嫩的 对不对 在这个戏里边 没错 他也得顺应市场 他要搞这个颜值 对 对 很多人说这片子颜值很高 今天的创作人心里也砸了 你是真的追目路遥的现实主义吗 你要真的追目 你就敢弄成秋菊打官司那样 那是真实的农村 但还有可能 他们可能针对对象 最想年轻一代看 年轻一代看 你就得颜值 对吧 但是这个 这符合现实主义文学原则吗 这是穿越主义 这是穿越主义 这是一个妥协 妥协 我觉得是一个妥协 所以我总体来说 我还是挺赞成这样 因为假如说 他找了这些 什么王雷啊 李小萌啊 据说场外还是夫妻 还是情侣之类的 这年轻一代的偶像 能够吸引到现在90后的年轻人 静下来追看这个电视剧的话 我从政治标准来讲 我觉得还是值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吗 因为这个戏啊 它是两个 怎么来说 两个跨越 第一个 它是城乡跨越 它不仅仅是讲乡村 它讲了一批乡村的人 要进城 以及进城的多么的困难 它是城乡 怎么说 城乡 城乡结合部 另外还非常重要 它是一个前后30年的结合部 它电视剧一开始的时候 是75年 是文革后期 搞阶级斗争 农民水深火热 然后它一点一点的过渡到文革结束 周恩来 毛泽东去世 怎么改革开放 怎么自负 非常合情合理 我觉得作为一个政治教材都很好 因为我 常常现在做演讲的时候 我记得印象非常深 我有做演讲 就一个年轻人站起来 一个看上去80后还是90后 非常严肃的跟我提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们都说文革不好 文革不好 可我问我家里的人 我家里的人说 文革当中受迫害的 加起来 不过就是几千万 就是在中国的人口里面 它不会超过5% 而95%的人 是没有受直接迫害的 然后呢 他当然还讲了一番话 对今天的这个贫富悬殊 对于官僚资本 他说今天 95%的人都在受苦 发达的人 我马上就说 你这个思路完全不对 我当时的回答 因为我来得及思考 我当时的回答 就是说文革 对于中国人来说 100%都是不好的 对江青都是不好的 所以要是没有文革 江青在历史上都不是这么 我给他举了一些例子 但是从他的问题 跟从下面听众的反应来说 说实在话 你现在在网上 我在微博上发一个什么东西 讲到文革什么东西 真的有很多年轻的人 提出这样的疑问 文革真的这么糟吗 说这个今天什么什么 总之他们还有很多人说 这个天气那个时候是好啊 社会中气是好啊 等等等等 所以我不知道 我是真的从政治的角度来讲 我就觉得 这个电影是我目前能看到的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小说也好 电视电影也好 要么是讲文革不好 要么是讲改革开放怎么好 但没有一部是这么有规模的 细细的慢慢的 从一家人家的婚姻感情 遭遇生活每天吃饭 这么慢慢的描写这个过渡 前后三十年怎么过渡啊 感觉起到了这个历史普及教育的功能 我觉得起到了一个政治教科书 还能让年轻人来看 是吧 所以拿那些颜值啊 我觉得我相信 值了 颜值了 我这个不是艺术标准第一 我这是政治标准 你说这个徐老师 我这个感触也有 你像我那天看见咱们这个是 两会是哪一个领导 又批评达赖呢 对吧 达赖 你知道我当时 我刚碰见一个事 我心里的讲 就是说 我们现在啊 批评达赖啊 有些年轻人也不知道 你说的是谁 你说我那天跟一个大学生在一起 好 我觉得太有意思了 就是 他问我电视上 他那个人是谁啊 是达赖啊 我就 我说 你说那是谁啊 他我不认识 然后我说那个 是达赖 他说达赖是什么 后来我就问他 我就 我说你连达赖你都不知道是谁啊 然后他脸 脸上有点挂不住 你知道太可乐 脸上有点挂不住 他说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 他好像是班纯 他觉得达赖 他觉得达赖就是班纯 后来他就说你不要笑话我 他说我们没有学过这个 他说我们从小学开始做的那个作业 放学几个钟头还在做作业 我说你没看过一些什么课外书啊 他说没有这个时间 然后他说课本里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报纸我们也不看 然后他写的七五年那个时候啊 我就在线下插队 所以他写的这个时期啊 我跟他主人公 基本上生活是同步的 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心中都已经明白 我们在观察周恩来跟毛泽东 谁活得更久 政治 他那个平凡的世界里边 政治突出的是有点 其实是有点生硬的 就是两条路线斗争啊 什么东西 其实这些东西还可以写的 在 在这个怎么说 在含蓄一点 但是就像你说的 现在很多人 年轻的人 很真诚的问我说 文革到底有啥不好啊 而且您说的 就是这个三十年当中 其实是发生了很多 最复杂最微妙的事情 但是对我 就是我 我是这个七六年生的 我之前呢 我就会觉得 你就不知道啊 很奇怪的事情 是我学历史的时候 我经常觉得 我自己也喜欢看历史 但是我对古代史的了解 会比跟我这个 最近的这一段历史 我特别不了解 灯下黑 就是不知道 我一直是后来 慢慢慢慢很多 而且是因为要做新闻 要怎么样 很多慢慢慢慢的去了解 这么多事情 我都不知道 我不明白 为什么就是这一段 最近的东西 我们是最陌生的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现在看到一些怀念路遥的文章 感觉对这个人有个印象 就是他在他写这个平凡的世界的时候的当时 他在这个文学界 其实是有点过时的一个人 就算有点土 就那个时候你看 莫言他们就已经出来了 什么魔幻现实主义 很多卡夫卡 什么就是托尔斯泰 巴尔扎克 这些不时髦了 但是他感觉 还是往这个路子上写的这么一个作家 但是有记载表明 他到后来就是临去世前 他已经开始研究卡夫卡 就说他也想往这个新的文学形式上面走一走 但是基本上他还是个所谓的 就你说的这种现实主义 他们陕西这个三个非常有实力的作家 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受他这个字迹 写了白鹿元的陈中石 陈中石 所以我觉得陈中石 那个白鹿元拍成电影是浪费了 那个电影啊 裁剪啊 压缩啊 又突出主题啊 白鹿元应该好好的拍电视剧 拍50集 80集都可以 细细的 电视剧啊 虽然说到底 小说比电视剧好 但是考虑到现在的情况 说实在话 很多人不会再去看小说 对不对 除非当初的粉丝 所以电视就起到了把小说 怎么来说 把它扩展化的这个作用 我我觉得很好 你就照陈丹青一观点也挺神的 他就说啊 说等于这个你不能不承认 有些形式过去了就是过去了 在这个衰败了就是衰败了 他说现在没有小说了 是不是小说啊 电视连续剧就是当代的小说 对 就是对吧 电视连续剧好的编剧 就是当代的这个小说作家 这个我有两点要讲 小说其实还在 那另一个陕西作家 非常有分量的贾平蛙 他做的实验呢 就要比陆瑶更 在文学上更深一步 陆瑶讲乡村的故事 乡村的感情啊 用的是文艺腔 你知道他用的是文艺腔 贾平蛙呢 就彻底用乡下人的语言了 那就一个女的跟一个书记 到稻草舵里边去啊 那个在路遥笔下是要叫一叫的 在贾平蛙笔下就出来 衣服折一折 稻草拍一拍 就走开了 就没有抱怨的了 那那但是 他的琴腔 他的那个那个贾平蛙的小说啊 都有几十万的固定的销量 人民文学说明 说明中国不能小看 这个纯文学市场依然在 但是贾平蛙这个没法拍电视剧 没法拍 白鹿园可以拍 平凡的世界拍成电视剧 我觉得是好 而且啊 你看跟海外不一样 每一剧啊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然后每年拍一季 对 感谢观看